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直播 刚才就是这个情况 我在这儿和他们说话 他们都能听到 但是我一退出去 我去这个开播卡里面 他们就听不到了 你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 我觉得是不是手机的问题啊 就是软件开了很多以后 它崩溃掉了 我没开几个软件 就还是这个软件啊 就没动啊 就没删 就这两个东西啊 现在的状态 状况是好的 你连的是主播那个WiFi吗 是呀 刚才十点到十点半 他们都可以听到 然后十点半 往后一点点 就是我讲了有 七八分钟不到十分钟 然后他们就听不到了 好的好的 我待会再在群里面说一下 意思就是有二十分钟 没有上场是吧 有十分钟 有十分钟的内容没有上场 完了再给他们补一节吧 对对对 那最后一节课 就是因为最后一节课 那个什么 你看是要补了 还是说最后一节课延长 因为最后一节课的话 就是十点 下下周的十点上完以后呢 后边就没有课了 不 这节课 这节课才讲到这个 第一个剪辑功能的那个 中间的一半呀 行 那就重讲吧 那就最后是最最最后再加一节课吧 嗯 不用出来 呃 这样吧 下节课我继续 就是讲这个功能性的按键 看能讲到哪 但是你不管怎么还得补了吧 这个剩下的时间得补 呃 应该就是二十分钟 就是二十分钟就可以把这些补上 十来分钟就可以 嗯 好的 那下节课我就继续这个讲 对 你继续讲 如果最后的进度落下的话 我们就再多开一节课 如果是可以对对对 就稍微延 最后一节课稍微延长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就OK了 不用再多一节课 OK 嗯 然后你再操作操作 你来回切换一下 我再看看效果 比如说打开上 打开相机了什么的 不是下节课要像摄像 我打开摄像头啊 可以听到吗 可以啊 然后我再试一下下节课的那个啊 下节课是要 你开一下后 看一下 可以可以看到吗 可以 但是你操作有点快 你这个手机有点卡 行 知道 那我慢点 我进来等等他们 对 我觉得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手机的问题 但是他们刚才试了好多遍 就是说从那个软件退出来 我进入到开不开 他们就听不到我的声音了 我一进到这个软件他们又能听到 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真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什么它内存的话 手机内存它转不过来 或者有软件的问题吧 我目前来看你开这样的镜头是有卡顿的 就是有点丢针的那种感觉 行知道了 嗯 不过你下节课讲的话你镜头最好不要动嘛 主要是打灯光 你灯光变你 这样的话应该掉针的效果不会很 然后你那个脚架 我应该是给了他了 你昨天拿了有给他吗 拿回去 我给他了呀 那就你再跟他捏一下吧 大头你去那个拿 子权那拿一下那个手机支架吧 那你就跟他们说吧 开课吧 好的好的好的 OKOK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 讲到这 这个才拿了 不是 这就可是这个摄影课 真心烦 我怎么讲了个寂寞 妹妹们在那儿撇开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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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哈喽哈喽 我听不到你 你的声音呀 视频 哈喽 今年的朋友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吗 可以 咱们稍微等一下其他人啊 咱们稍微等一下 一会儿如果说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对吧 可以 如果一会儿呢 就是突然因为网的或者是这个软件的问题 大家听不到我的声音了 对吧 大家就及时的在群里面说 找那个高志龙老师 对 找他赶紧说一下 咱们稍等一下其他人 咱们就开始 等上他们两分钟 咱们都开始 咱们就开始 咱们这些嘉然 咱们 се起来 咱们薄 咱们 也有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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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咱们再等一分钟就开始讲课 大家再等一下他们 咱们进来四个人了 在这个中间呢 大家可以就是讲到哪 如果就是想问问题的话呀 大家就可以打 就是可以直接说话就可以了 可以直接说话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 尖家苍苍白鹿为霜 歌用千百年的诗歌 理想中的诗和远方 好 好 咱们现在就开始讲课吧 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还有能看到我的屏幕吗 可以 可以是吧 好 中间如果大家听不到我的声音 大家就赶紧告我一声 好 咱们这节课就开始 咱们先不等他们了 咱们上节课主要说了一下拍摄时的构图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在课下 有没有去拍一些这样子的照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拍 但是这个东西构图的这个事 这个事情还需要大家多练习 多去找找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先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讲这种摄影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会感觉特别空 有时候说的特别空 其实很多时候需要大家去实践一下 讲的就是无非是一些基本的 它的这个道理性的东西 道理性的东西 所以需要大家都去练习一下 咱们今天上节课说的是构图 对吧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这个光线灯光的问题 我们怎么去用光 对吧 我们怎样去用光 这节课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 讲一下啊 第一呢 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手机屏幕吗 可以看到吗 可以 可以是吧 可以看到相机对吧 好 比如我们在拍摄一个就是我把窗帘拉了 就是咱们在这个室内的话怎么办啊 咱们在室内的话怎么办 第一个呢 我们在室内用手机拍摄这个照片时啊 我们在拍摄照片的时候 有时候大家会发现啊 有一些噪点 拍出来照片不是特别清楚 有一些噪点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第一 就是可以把大家的这个 呃 在室内的这种灯光打开 这个我就不说了啊 就是废话 第二个呢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灯光打开之后 拍摄的这个照片 还是特别糊的话 模糊的话怎么办呢 来 呃 我们的手机 我们就是用一下最 就是大家都有的东西啊 比如我们这个 可以找一个手机 找另一部手机 哎我们进行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光源的这个设置 看我们这样就是大家在家里 因为我没有找灯棒啊 因为那个还需要大家买 相信大家可能家里都有很多这样子的手机 打开这个我们只需要一部手机 用他的这个闪光灯就可以了 我们打开这个手电筒之后啊 打开手电筒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不用光的话 是吧 会有很多噪点 对吧 我们去进行一个这个焦点的这个对 对一下焦点 是吧 但是呢 如果我们打一些光源的话 会看到不同位置 它有不同的效果啊 如果我说我打一个这个顶光灯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打一个顶光灯 是不是整体就相当于那种 嗯 我们去那个柜台里面买东西啊 是吧 买东西的话 这种感觉 它会笼罩下来啊 是吧 这种感觉 然后呢 这是我们拍一些小物件的时候 如果我们拍这个 嗯 拍这个 比较大一点的物体 我们就需要去打测光啊 这个是因为后面我找了一个这个黑板 来给大家当个背景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不同位置呢 它这个光的位置是不同的啊 比如说 你这个主体呢 它在我们的正面 对吧 它对正对着我们 那我们就打这个正正的过去 这样子呢 效果是比较好的 如果说小物件就是顶光啊 就可以打个顶光灯 对吧 可以打个顶光灯 如果说你这个物品 或者是你想要拍什么东西 对吧 它这个位置不一样 所以我们根据我们的位置去打光 哎 比如从他 从这个位置去打 或者从这个位置去打 是吧 从顶光 这是顶光 或者是一种这个仰拍的这种仰光 对吧 哎 它有不同的效果啊 有不同的效果 这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室内的这个 呃 还有一种呢 是我们可以就是找这种 嗯 在室内的话 如果我们特别暗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 呃 拍个特别暗的情况啊 我们可以做 还可以怎么办呢 如果是白天的情况下 刚才那个说晚上啊 白天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拉开我们的窗帘 大家现在还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哈喽 大家可以 还可以看到我的 可以是吧 是 我是是上节课的时候 我用这个 入目给大家讲的时候 他们没有听到声音 突然给断掉了啊 所以说大家听不到声音看见 别让我讲了个寂寞啊 来 如果说白天的话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选这个 这样子的这个窗户啊 我们的男模特来一下 比如 来 比如我想给这个 哎 我们的这个朋友家人拍视频 我们可以找这种 相对比较亮的这个窗户啊 来 我们的男模特看 我们这样的话 大家看到 是不是它这个面部的光 就会特别自然呀 对吧 我们透过这个窗外的自然光 我们感觉的 看 可以看到吧 它这个光是特别自然的啊 我们去拍摄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吧 是特别自然的 所以说这个是利用我们自然光 在屋内进行一种拍摄 哎 大家还记得我说的九宫格吗 我说的这几个九宫格 可以吗 三分 黄金分割点 可以记得吧 大家有没有去试一下 看 比如这个位置 我用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地方 放我们的这个主体 这种感觉 看 拍的 效果 对吧 比你这样正正的去怼到他脸上去拍比较好看 对吧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选对这个构图啊 这个再给大家强调一下构图 看 放在三分之一的地方去拍 比放在中间去拍好看多了啊 如果说我们的主体的这个面貌 我们的主体面貌在这个位置 那么 我们就相对应的在这条线上 左边的这条线 如果我们的这个主体 来我们 这样转一下 对对 这样我就放在这条线上就可以了 然后给这个部分留一些这个空间的位置 这样呢我们的画面整体这个构图 就比较好看一点啊 这比较好看一点 好 这是给大家说的第二个这个 给大家说的第二个 利用这个窗户的位置 进行一个自然光的一个运用啊 然后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三个 我们第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我们在屋内 哎有很多朋友做了特别好吃的饭 对吧 想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朋友圈 对吧 想分享给大家 我们在拍这种美食类的时候怎么办 哎 这个应该是很多人喜欢的啊 就比如我们这包薯片啊 给大家试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 比如这个薯片啊 我要去拍它怎么拍 嗯 比如说我们在屋内啊 我们去拍一下这个薯片 来我们看一下啊 就就针对于一个薯片我们怎么去拍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主体啊 这是我们的食物对吧 第一呢 第一呢我们肯定得选择这个位置 选择一个好的位置 去进行一个对焦 对吧 进行一个对焦 好第二个呢 是我们 是这个光源的这个一个结合啊 是我们光源的一个结合 呃 这要是一 这要是一碗饭了 肯定是效果比较好啊 效果比较好 来我们这个老师给打一下光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拍美食的时候怎么拍 肯定第一 就是第一种方法 是我们这样正正的去拍 这样子呢就是 就是一种效果就是 话不多说直接上照片 对吧 来这个就是打一个顶光灯的效果比较好 对打个顶光灯 对吧 让我们的主体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屏幕呀 对吧 可以放在这里可以大家想象一下 可以放一个盘子呀 对吧 放个盘子 这放我们的食物 大家可以去摆个构图啊 我说的三角形 可以放一根筷子 对吧 放根筷子 大家去理解一下 对我们的顶光灯 这是我们的顶光灯啊 第一种我们的顶光灯 啊 这样拍下来效果是比较好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如果主体说 我们换一个角度啊 可以看到吧 屏幕的这个三分之一处 放我们的这个主体 对吧 然后我们来一个这个测光灯看一下 对我们放一个测光灯 对测光灯 大家看一下位置在哪 可以看到吧 大家现在可以听到吗 我有点怕 看法你们听不到 哈喽 可以 可以就行 可以就行 我怕你们听不到啊 今天这个软件好像有点不稳定 来 这个呢看一下我们这个老师的位置啊 他就会把这个光打到这个位置上 对吧打到这个位置上 然后呢咱们这个镜头咱们摄像师咱们拍照的人员 哎去进行一个这个寻找这个角度 你看啊 比如我们这个薯片啊 我也可以横平 然后 然后 我们 找好位置之后啊 找好位置之后 找好位置之后 我们进行一个这个 对焦 我们进行一个对焦 好 我们进行一个对焦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去 呃 大家可以看啊 你对哪个位置它的光都是不一样的 你看比如你对这个主体 第一呢 是让主体有这样的一个 辨识的一个这个效果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就 这个薯片特别油腻啊 然后我们看我们打到顶光的时候 来我们来个顶光 顶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这个主体都被这个光源 所笼罩住了 对吧 整体效果还是比较可以的 来 如果我们去打一个侧光 我们去打一个侧光 我们去打一个侧光 这会我们这个老师的这个位置在这啊 可以看到吧 我们平时拍可能也需要就是 一些光源的辅助啊 来 我打一个侧光 可以看到吧 它这个光源主体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位置整体来说呢 这个照片 呃 比较饱满一点 这个主体比较饱满一点 好 我们再来一个这个 从这个位置上来 对 从这个比光位置上来 再高一点 嗯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子的感觉啊 我再对一下脚 我再对一下脚 这种感觉呢 就是比较适合于大家去 呃 拍一些这个比较高的食物呀 对吧 就是比较高的食物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老师的这个位置 打的是什么位置 看 好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正正的这个 稍微有点痒的这种感觉啊 啊 这感觉 嗯 嗯 我们这里可以去进行一个 嗯 对焦 还有这个小太阳 这个第一节课老师给大家说过 对吧 一个小太阳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曝光的选择 哎 曝光的选择 对吧 你调的越高 它整体就是 曝光相对于来说越高啊 所以说这个需要大家去找感觉 那我们对到这个上面 哎 我们对到这个上面 来 大家可以看 看来很神奇的一点啊 我们对一下 这种感觉就属于一种 这里碰 你去动 来调这个的时候 因为一动的话 你这个焦点就会发生变化 来我们老师这个光 对吧 这啊 可以看一下 我调的低一点 是不是这种感觉就是 属于那种 和摄影棚的感觉一样啊 和摄影棚的感觉一样 进行一个设置 老师对不起 有人要进来进不来耶 稍等一下啊 我这里面显 好 软件外面给大家进行演练的时候 看不到它 显示啊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这个 嗯 拍食物类的啊 拍食物类的 这个很简单 大家就是 一个是把光运用好 第二个呢 是我们一定要找好这个构图 一般来说 我们最简单的构图 就是我们放在最顶上 这种构图啊 放最顶上 对 我们这个光离得稍微远点 好 那么就是 放在最顶上的一种构图 等一下 我猜一下上上头 等一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不了焦 可能是因为 手机的原因 对 一般我们就用这种这个方式去拍这个是比较好看的 如果是这个你的主体比较高的话 我们就采用这种方式啊 我们采用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去拍就可以了 对 好 这个就是给大家说拍食物类的 拍食物类的比较简单 一个是构图它也很简单啊 拍食物类的构图也是比较简单的 嗯 再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因为我没有这个东西啊 这我没有这个东西就是 大家就是 在室内拍摄的时候 还可以用什么作为你的光源呢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 呃 呃 落地的就是在地上的这种台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 落地的这种台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 落地的这种台灯 还可以听到我说话 可以啊 没音了吗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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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就行了 一旦听我赶紧说啊 赶紧说 上去课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 对 好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就是因为我这没这个条件啊 就没有这个呃 这个这个台灯 就是台灯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他比这个闪光灯更好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很多台灯都是那种 就是长条状的那种的啊 他那个其实就是给大家省了一部分钱 大家去拍的时候 因为我们很多这种面光灯呀 或者这种灯棒 这种光源 对吧 灯棒就是还有这种很多的光源 他都是这种长长条状的啊 为什么是长条状的呢 因为这个长条状呢 他相对于打在我们的这个物体上面 打在我们的这个物体上面 他更能饱和一点 能让我们整个这个物体呢 都让这个光给覆盖住 对吧 所以说大家拍的时候可以找一下那种台灯啊 长长条形的台灯啊 这样拍出来的呢 就是呃 给大家说一下角度是什么啊 说一下角度 来 我们让这个这个开一下 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角度 嗯 比如说咱们这个是台灯啊 比如说这是台灯 来 我们去拍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这个台灯呢 尽量就是这种 斜上方的45度去照它就可以了啊 45度去照它就可以了啊 45度去照它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拍摄出来的主体呢 就是比较饱和 就是饱满一点 它的这个 样子比较饱满一点啊 就是看 就是这个位置 我离的远一点啊 就是我45度去打就可以了 对45度去打就可以了 对45度去打就可以了 对 这样子的感觉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尝试一下 你要是打上光 就是很多我们就是在学习的时候 很多老师一句话就是 专业和不专业的区别在哪就是啊 我们在拍的时候 专业的很多会用到反光板 会用到这个灯光 不专业的呢 就是直接就是 不论什么天气 直接就是把镜头怼上去拍啊 所以说大家以后可以运用一下这个光源的问题 嗯 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嗯 在室内拍摄的时候啊 室内拍摄的时候就是还可以用这种平行光来拍摄 什么是平行光呢 就是 呃 我们比如我们拍这个ray 拍这个瓶子 对吧 我们拍这个瓶子 怎么去拍呢 平行光是什么呢 平行光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 这个是给大家分离出来的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 一个小理论吧 就是我们在拍这个的时候拍主体的时候 我们这个光呢 正正的打过去 正正的打过去 这个是为什么啊 这个是让你的这个 尤其是拍人物的时候 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脸是吧 它不可能是平面的吧 对吧 不可能是平面的 然后呢 比如来我们用下这个闪光灯 稍等一下啊大家 那对吧 比如这个脸是平面的 如果我这个灯打上去的话 是不是如果这是鼻子的话 我们鼻子的左边是不是就变成黑的了 对吧 变成黑的了 因为这个光 它从这个位置过去之后 大家可以看 比如这个位置啊 我从哪打过去之后 你看那个R 这个字母R 是不是它就变成黑的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真正的打过去 这种感觉也是比较好的 这种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我们这种平行光 就是这样平平的照着它 这种这种样子也是比较好的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再一个呢就是 大家说一下 就是基本上 基本上 基本的一些这种 在室内拍摄的这个 就是运用到这么多 就是刚才总结一下 就是一个就是手电筒 对吧 另一个手电筒 第二个就是我们窗户的这个位置 因为窗户这个位置的光 比较柔和的啊 比较柔和 然后当然窗户这个位置也相当于一个什么 相当于一个我们整个房间的一个 近这个光线的一个口 对吧 所以说它这个口比这个口 近年的光线比较集中一点 相当于一个大型的那种 这个光源的这个散播近来的一个位置 对吧 它这个整体来说是比较柔和的啊 这个光自然光肯定是比较柔和的 呃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台灯 刚才给大家说的台灯对吧 长条状的台灯 呃 台灯呢就是 它打到人的这个脸上呀 或者是打到你的物体上来 它的效果会比闪光灯好一点啊 会比我们手机的闪光灯好一点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嗯 最后一个呢就是我给大家说的这个 平行光对吧 平行光其实就是无非就是 一个位置吧 对吧就是一个位置的区别 这也要给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在拍东西的时候啊 在拍照片的时候 上次给大家强调的构图对吧 我说大家在去构图的时候 不要就是想啊 那个什么线性构图呀 还是什么三角构图呀 不要想这个 因为这些东西的呃 这个基础是什么啊 是你去拍摄的这个主体 它所在的环境是个什么样的 比如说你拍的这个主体啊 它的环境 嗯 比如说咱们拍一个什么呀 咱们拍一个这个 就比如说拍这个东西去啊 你说它就是这一个样 你去想这个平行构图对称构图 有用吗 没用吧 所以说很简单一个道理啊 我们在拍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说去找位置呀 对吧 我们去找位置呀 比如我们上个光 对 比如我们去拍这个乐视啊 想给这个乐视去拍一个这个好看的镜头 对 来 比如一个乐视 就是你就普普通通的去像灯 拍一张好看 好看吗 不好看吧 所以我们去看 我说的最后就是找找角度 对吧 去找角度 看 我去把这个乐视 这两个logo放在我们的三分之一的地方 哎 放了三分之一的地方 我们打一个这样子的光 看 我们老师给打一个这样子的光 对吧 去打个光 哎 放到乐视上面 然后可以去找 找一条这个曝光值呀 对吧 我们去调一调曝光值 对吧 可以调高的也可以调低的 这个建议我是调低一点 调低的它这个背景整体来说 比较 后面就是比较融合一点 对吧 我们去找位置去 对这个是给大家说的最多 去找位置 好 去找位置 这个就是给大家 这儿大家想问什么 在手机里面怎么调那个光 在手机里面怎么调光对吧 对 你说 呃 手 手机里面刚才我说的原话是调曝光啊 他不可以调光 他调的是曝光 嗯 比如说 咱们就一个瑞偶来 这个瓶子为主体啊 咱们来 找了一个位置是吧 你要去拍他 怎么调呢 但您用的是什么手机啊 我想问一下 呃 苹果 对 啊 苹果 苹果 嗯 好 就是我们怎么去调曝光呢 如果说 大家听一下 都听一下 如果说我们在室外啊 或者在室内 这个无所谓 如果我们这个在室外的话 比如啊 在室外的话 太阳特别强 对吧 太阳特别强 我不知道大家会发现吗 我们去拍一个东西的时候 特别爆 特别白 那种感觉 那么呢 我们怎么去调啊 点击一下屏幕中间 它会出来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框 后面是一个看 点击一下 对 方框 右边呢 是一个小太阳 啊 右边是一个小太阳 怎么去 咱们就是那个 呃 不说话的朋友 可以把那个麦关一下啊 因为很多人在听 啊 好 咱们点击一下屏幕 会出来这样子一个框 会出来一个小太阳 如果大家的那个 在室外曝光的高的话 我们点击右边 哈 我们可以去把曝光值调低一点 我比如给大家就是找一个 我这样大家会更明白一些啊 大家看 看一下 比如这样我拍室外对吧 谁 谁 有人要进入会议 大家稍等一下啊 有人要进来 看一下啊 刚才那个怎么调 点击屏幕中间 会出来一个方光 有个小太阳 大家看 调低一点 它整体的曝光就会低一点 调低一点 它的整体曝光就会低一点 如果调高的话 它整体的曝光就会调高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框是干嘛的 这个框 你的手机让我用一下 这个框 是进行一个对焦的 相机 大家看一下啊 看 这个应该是比较清楚一点 大家看啊 这是我们国产华为特别强的啊 看 这个它是不是也有个小太阳 我们不论哪个手机 它都有小太阳啊 你看 这个东西是个框 是对焦的一个地方 我们把它调高 整体的它的这个 你看 是不是它就过曝了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吗 你看 效果不太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另一台手机吗 可以 诶 怎么不动了 哈喽 大家现在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可以 可以是吧 一直可以对吧 可以 那现在 跳转到我这个 拿手机相机的画面了吗 可以 诶好 咱们以这个手机 我手里拿的这台手机为例啊 刚才那个朋友问了 这个是特别主要一点 就是我们在 室外的话 在室外的话 你看 如果光特别高 我们看一下 我们就把它调低一点点 看 把它调低一点 是不是屏幕就相对来说 变暗了 对吧 变暗了 这样你拍摄出来的照片也是比较清楚的 如果说咱们是阴天的话 咱们就可以 看 调高 越来越高 它是不是曝光越来越高 屏幕越来越亮 对吧 屏幕越来越亮 这个是我给大家调的太高了 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区别啊 你看 一般来说 如果说 嗯 大家在室外的话 如果天气过量的话 应该是这个情况 应该是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大家就调的低一点 大家就调的低一点啊 大家调的低一点 就可以了 看调的低一点 它整体的这个曝光值就比较小 大家在拍的时候注意这一点 刚才咱们那个朋友就是听听到了吗 您可以就是 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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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调对吧 可以 好 谢谢 嗯 没关系 来 这个就是说 给大家这节课简单讲了一下这个 构图 不是构图 这个光源的问题啊 光源的问题 因为光是特别这个 特别重要的一个啊 然后 嗯 还有人问了 就是我在家里面我想给孩子们呀 什么拍张照片 怎么样拍出来的这个效果好呢 对吧 在家里面或者在外面效果好呢 来 比如说 我们就是站在一个位置上 我们站在一个位置上 他 比如说我们这位老师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啊 是我强调一点 看 比如我们在拍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吧 我在拍的时候啊 要不 第一 要不就是我们卡上半身去拍摄 对吧 我们卡上半身去拍摄 要不就是再可以远点 我们就是卡这个腰部 对吧 腰部以上的位置去拍摄 要不就是 我们把脚 我上次说过吧 这个脚 看 这个位置我们留一点边框 对吧 我们去留一点点去拍摄 如果贴的太近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特别难受啊 所以这个下半部分 这个脚后跟的位置 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 我会留一点点 进行拍摄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再给就是人们 就是别人 还有朋友拍摄的时候 一定要记录一点啊 就我们在拍的时候 就是可以就是半蹲 或者是蹲下来进行拍摄 这样呢 会显得人这个主体会高一点 看 大家可以看我平的去拍啊 是这个样子 对吧 平的去拍是这个样子 很普通 对吧 但是如果大家 稍微够一点图 稍微够一点点图 我把这个放在我们的这个三分之一的地方 对吧 三分法 哎 再蹲下来一点点 稍微仰拍一点 这样是不是显得腿有点长 对吧 女孩子们听一下 是不是显示的腿长一点 对吧 来我们的模特转过来 嗯 就是 可以看一下啊 可以看一下 对吧 我们仰拍 然后这个一只脚可以往前一点点 对 就比如来大家看这个 他卖出来的这 这个腿啊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正正的拍 对吧 我站直拍 是不是这个样子 是吧 但是我蹲下 稍微仰一点点 稍微仰一点点 大家看效果 是不是第一是能显得腿长一点点 对吧 第二个是整体来说 哎 他那个感觉要比这样正正的去拍 效果要好一点 他不是那么死板 对吧 拍出来的效果不是那么死板 对不对 可以看一下 对 也可以说 咱们这样转一下 大头 就是这样 对 这样 然后这样 这个 好 再往我这边测一点 好 比如看我们这位老师 这个角度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腿当做我们的主体 来 我们进行一个拍摄 我们把它稍微写一点 看 是不是这个人物在我们的这个 腿在我们的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点的位置 对吧 我们写地形上拍的 这样的效果 是不是比明昂真的 那么 看一下 是不是很明显啊 我们整体来说 大家 看 整体来说 这是光的问题啊 因为我拉着窗帘 大家得就是看这个整个照片的构图 就可以了 是不是他要比明昂正正的拍上去好看一点 对吧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构图 嗯 要基本的一点 那就是到这儿了 我们再来说一下光 为什么这节课给大家讲光啊 刚才我们是拉着窗帘的状态啊 我们现在呢 把窗帘拉开 是刚才给大家说的 我们找一部 光源 差别特别大啊 来我们老师再站往这站一下 站到这个窗户的位置 好 还是刚才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对 这个角度 来我们再来一条 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大家如果出去想摆 摆这种图的造型啊 对吧 还可以看一下啊 来我们老师忧愁一点 来来看一下啊 整个这个头的主体在我们这个三分之一的地方 对吧 来我在正正的拍张 咱们看效果啊 正正的拍张 我看效果啊 好 来大家看一下 就是现在呢 我就结合了一下 这个是我正正的拍的一张 对吧 就是我们这个效果 来大家自己看一下啊 这样的感觉好呢 还是就是 如果这个是后面的背景比较丑啊 如果找一个好看的背景 是不是 如果大家把后面想象成海边 想象成海边啊 大家说哪种效果好 这个是正正拍的 这个是一种 拍个上半身 拍个上半身的感觉 哎这个呢又是一种 这种感觉 大家说哪个好 大家感觉一下 对不对 明显的就会发现 我们运用构图和这个光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这是我们很多人拍的一种的照片 对吧 很多人去拍的一种形态的照片 我们再往后看 看 我们就是有时候可以换一个角度 对吧 换一个角度 找一个 当然啊 前进是有好看的背景 我们找个好看的背景 你才会留下你的照片 对吧 你看 先进全身照 大家可以看脚的这个位置 我是不是特意的留出来一个空间 留出来一点空间 对吧 整体效果啊 整体效果啊 这个是没用光的时候 这个是没有光的时候 看 没有光的时候是不是整体来说比较黑一点 而且面部没有光 特别黑 对吧 但是我们稍微打点看 有点自然光就不一样啊 看 有点自然光就不一样 对吧 嗯 这个就是这节课给大家主要说的这个构图的问题 构图的问题 不是不是光源和构图结合的问题 这是给大家说一下 对吧 咱们第一 第二节课说的是 构图 然后构图的前提下呢 我们再加一点光源的摄入 对吧 光源的摄入 哎整体来说 照片就会比 嗯 嗯 这样子好 好看很多啊 嗯 咱们下节课呢 会进行这个 有一些修图的软件 大家有下载吗 修图的软件 哪一个 嗯 咱们那个老师有有给大家说过吗 修图的软件 有说吗 没有吗 没有 是不是那个Woo meeting软件是那个吗 嗯 嗯 有两个软件 一个黄油相机 大家有没有 嗯 没说 啊 这个呢 这节课完了 咱们这个 高老师会给 在群里大家说一下 下载哪些软件 咱们拍是一部分 对吧 咱们拍是一部分 咱们修是另一部分 对吧 嗯 下节课咱们就讲点硬货啊 这是拍的这个 比较空 可能讲的时候呢 大家也比较这个 呃 枯燥一点 对吧 我很理解 枯燥一点 但是你说 你有再好的这个修图的技术 你如果拍不好的话 是不是也很难实现这个好一点的照片呀 对吧 嗯 来 来 我给大家找一下 我拍的一个分享一下 来 有人在说话吗 Hello 有人在说 像有人进步了 Hello 哎 还有 有人往里进吗 我这里不显示他进不进啊 没有显示 啊 没有人进来啊 哎 没有人进来 没有人进来啊 来 看一些构图啊 这是我之前拍的一个 当然和我们的照片是一个道理啊 在拍摄的时候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照片 来大家看 我拍这个雕塑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把它放在了嗯三分之一的位置呀 对吧 明明是这个 嗯 哎 有人在说话吗 Hello Hello有人在说话吗 没有是吧 好 好我们继续往后看 看这个画面就是整体来说是不是就看的比较舒服 对吧 看的就是特别嗯 对吧 再往后看 这种的呢 属于什么呢 就是我上次给大家说的这种构图 你拍摄的主体和故宫一样对吧 特别正 哎 那我们就把它放在中间的位置啊 就是这种 最真实构图呀 对吧 最真实构图 我们再往后看啊 来找几个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画面 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 哎 大家可以看到吗 大家可以看到吗 哈喽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吗 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哎 没意思了 好的生态 你们是不是听不到我说话了 有 可以听到 朋友们 可以 啊可以就行 你说话我害怕的不行 上节课给崩啊这个软件 讲了半个小时他们都没听到我说话 好 呃 大家就定定到这个位置 大家看 这个有没有朋友来说一下 这是什么样的构图呢 这个画面 这个 这个是不是我往这个镜头前面 就是这个草的位置 我是不是加了一个这个前景的摄入 对吧 然后呢 前景的这个草和后面的这个 嗯 船 两个之间其实就形成了一种这种 呃 井深的感觉啊 啊 形成的感觉可以看一下 对 是吧 我这里是用了个变焦啊 因为我拍的是一个视频 哎 再往后看 这个灯笼 这个灯笼的位置呢 其实看呀 这个我想体现的就是这种古朴的感觉 但是大家可以发现没有 我的这个 拍的多了啊 拍的多了 大家就会发现 嗯 真的不会把这个拍摄主体放在中间的 放在这个有些东西不会放在中间的 像这个灯笼 我是不是也放在了屏幕的三分之一处呀 对吧 这样呢 整体来看舒服就比较舒服一点啊 比较舒服一点 对 然后我们再来看 像这个 这个画面是不是就是咱们上节课说的这个满屏的效果 是吧 屏幕都是满屏的效果 这个呢 我主要是想体现它这个 哎 这个小桥的这种感觉 看 这个小桥的这种感觉 对 特别古老的一个感觉啊 我们再往后走 再给大家找几个 来找一下这个小蜜蜂 这个呀 就是 这样话不好意思啊 这个呢 小蜜蜂这个 大家看一下 小蜜蜂这个是不是就是 嗯 就是拍摄的主体是实的 后面是虚的 大家记得有 有一个老师给大家说的这个 给大家说过这个人像吗 人像的那个功能 对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啊 人像的那个功能出来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我们拍摄的主体 是实的 我们后面的景是虚的啊 这种感觉也是挺好看的 大家把它采密啊 好我们再往后走 再给大家找几个啊 现在好像看不到你的手机了 看不到我的屏幕了吗 对啊 现在 现在没有画面 只有出去那个 58 San Diego 好 稍等一下 对有什么问题 大家就赶紧说 呃 现在呢 可以看到了吧 现在可以 哎 好嘞 呃 再比如说咱们 呃 这些画面啊 这些画面都用的是 就是大家可以用人像 手机里的人像那个功能就可以实现 大家可以看到吧 我横过来啊 看 像这种背景是虚的 背景是虚的 主体是实的 看 这种的人像都可以拍出来 像这种是加了一个这样子的虚的一个前景 这个 是这个草加了一个前景 这个 是不是就和后面的那个 呃 墙上的那个 作品 就产生了一个这个 呃 中间的这个差距感 对吧 就比较立体一点 老师 请教一个问题行吗 嗯 您说 哎 就刚才您举那个例子 就是前景 呃 是实体 然后背景虚化那种 然后我如果有手机的那个 如果有手机的人像功能拍的话 好像我离那个实体 太近了 他就不让拍 他说你必须要往后移到多少米以后 对对对对 这种情况是 是怎么解决呢 因为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要拍美食的话 我必须要离那个美食很近 我才能够对那个画面才好看 但是我一近的话 就不让我把实体拍实 我懂你的意思 我懂你的意思啊 来 我们就拿这个为例 拿这个为例 我们看一下 嗯 像咱们这位朋友呢 说的这个 我说的人像呢 咱们这位老师来 看啊 咱们这位人像 好扭过来 就能站到这个 这个地方 对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人像的位置 大家能看到吗 看到效果吗 是不是后面是虚的 可以吧 后面是虚的 就我们这个人的主体是实的 大家能可以看得清楚吗 可以对吧 可以对吧 是不是这种感觉就是也比较好的 对吧 这种感觉比较好 这是我们拍人的情况下 咱们拍这个东西 咱们就是为什么不可以用人像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用人像它会显示一个 将拍摄对象置于2.5米内 这个呢就是你太近的话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发现吗 咱们拍摄的照片 是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样子 但是我拍人像 它就会变大一点 对不对 这个呢它就是实现了一个 这个 基本的一个 这个 基本的一个这个功能吧 什么功能呢 就是说 它这个操组 它这个原理是什么 看 它这个原理是什么 它就是把你的焦距放大之后 然后把你的拍摄主体放在中间 进行一个变时 后面变虚的一个原理 所以我们拍小东西的时候呢 看 它就对不了焦 知道吧 它对不了焦 所以咱们那位朋友说 在拍近的地方怎么拍 咱们用原相机就可以了 看 照片的原相机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吧 我后面呢 是不是照样是虚的呢 后面的背景 怎么拍 就是您离得近 您离得近一点 然后 把你的这个拍摄主体 进行一个点 点击屏幕 出来一个黄色的框框 对 进行一个这个 焦距的 对一下焦 然后让咱们这 这个地方别虚了 给看一下啊 我这里 可能有点曝光 再看一下 看 看 后面的那个箱子 是不是就成了虚的了 对不对 后面的这些景 都成了虚的了 就我们的这个 耳机的这个位置 啊 耳机的这个位置 是实的 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吗 可以看清楚吗 看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曝光问题啊 如果是过曝怎么办 第一是我们去拉这个东西 对不对 是不是就不太曝了 对吧 这个给大家说的这个啊 拉高了它会很曝的啊 它会很曝的 所以按你的这个拍摄环境来 咱们刚才那位朋友 明白了吗 这一点拍你近的物品 享有这种效果 对 所以你用照片拍 就直接用照片那一档 不要放在人像那一档 然后只要拉得够近 只要聚焦 能聚焦在实体上 后面会虚吗 对 后面会虚啊 当然会虚了 哦 那我试一下去 你看 当然会虚了 我只要把这个照顾好了 你看 对吧 我以为只有放在人像那块 背景才会虚化呢 对 这个就是专门拍人的啊 这专门拍人的 对 专门拍人的 对 这个拍人的效果比较好 但是你要去拍那种小物件啊 你只用照片就可以了 嗯 嗯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大家 哈喽 哈喽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那个人 那个人像那个比较适合拍花对吧 人像那个 人像那个 你记住啊 你想要拍花的时候 嗯 对 就是拍花的时候 你一定要离的 刚才他们那位朋友说的那个原因 花如果是大点的还可以 如果是小的话 你还是得用原相机去拍 只不过是贴的近一点 然后把那个胶对到花上面就可以了 啊 就会出现后面是虚化的效果 OK 好 嗯 对 拍人像拍人的话 大家给朋友们拍啊 或者是怎么样 大家就是 我还是就是想让大家用这个人像去拍一下 你看看效果 会很好的啊 嗯 嗯 好 还有其他的这个问题吗 老师 我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哈 就我刚才去试了一下 就是用原相机拍 那个 如果我对准前面的那个实体的话 后面不是很虚 因为如果我设在那个人像那一档的话 在手机的右上角会有一个小符号 就是 是那个字母F 然后旁边有一个圈 我把那个打开 我就可以 变化 就后面到底是 能够更虚一点 还是更实一点 我不知道您 您那个国内的那个版本有没有 这是 呃 您是什么 什么手机呢 您是什么 就是 11啊 11 苹果11对吗 对对对 啊 iPhone11 啊那个应该是那个iPhone它自带的那个功能吧 因为我这个和那个版本不一样 对 可能不一样版本 您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 可以可以我可以发到群里 但是我就说如果我设置在照片那块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不放在人像那块 放在照片那块的话 就没有这个功能 把背景调的更虚一点 或者更实一点 这样的话 那个如果聚焦在前面的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的背景不虚啊 您刚才做实验背景是虚的 但是我刚才试试好像背景 怎么聚焦在前面 后面都不变虚啊 对啊 嗯这样你看一下啊 因为您在拍的时候呀 首先咱用这个原相机 就是照片这个功能去拍照片的时候 啊 首先呢我们要找好角度 看 我是不是找好角度之后 把这个主体离得我 就是这么远 看就这么远的距离 对 第一是离得要特别近 离得特别远的话 肯定不会虚焦 后面肯定不会变虚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离得远的话啊 你的这个拍摄主体和你的这个背景 已经是一体的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对一下焦 可以看到很明显 我后面就是虚的啊 我后面就是虚的 您可以试一下 离得近一点 然后呢 这样把手机就是和他 就是这样测过来 测过来去拍 因为这样 你才能很好的让背景变虚 你得有背景呀 对吧 你的照片里面得有背景呀 对吧 你看 是不是我的背景就是虚的呀 而且不能动啊 一动它就会变焦 它就会变焦啊 你再试一下 可以不可以啊 好的谢谢 我再练习一下 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你必须得点一下 你再试一下 一定要让背景出来 如果背景不出来的话 我们得点拍摄主体 让焦 那就是对焦的东西 那小光光是对焦 对 对到我们的这个拍摄主体上 明白了 你再试一下 你再试一下 你再试一下啊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其他人还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是我们完了 那个老师会给大家说 下来拿这个软件 那个是我们测试的 那个免费的修图软件 然后大家下好 咱们下节课就讲一下这些 对吧 咱们前三节课 讲这个拍摄的这些东西啊 对吧 然后我们后三节课就是 讲一下这个 怎么去修图啊 怎么去修图 好不好 那这节课就先到这了啊 咱们下节课 进行这个修图的学习 好不好 好的 谢谢老师 OK 谢谢 哎 好 嗯 不客气 那咱们就这节课就到这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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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休息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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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